很多年我就有一个梦想 我的梦想是想出本书 后来我的梦想就是觉得书上的东西 对于乒乓球来说就不够直接 所以说我梦想是拍200集的教学视频 那今天已经到了一半 100集 从2017年到现在已经历史两年 在这两年当中 我是觉得我在拍摄的过程当中 不断的进步 所以说今天是非常高兴到了第一百集 我也希望广大的球迷能看到这些 我们整个团队里面辛辛苦苦走过的历程 那在第一百集当中 我们再跟大家去理解一下转换 正反手的转换 第一个我们讲的是还原点 你转换的话一定有还原点 如果你的转换 你打完球以后传不在这边 这边就没有还原点 所以说我们打完以后 拍子一定是在这个地方的 你看打完以后 反手打完以后一定是在这个地方 正手打完的还原点是在这里 你看打完以后不是在这里 这样子就反手就没有了 反手打完以后 不是在这里 而是在这里 这样子的话两边就有 它的还原点非常重要 有一些运动员或者我们的教练员不注意还原 因为你连续的耕耘就是在还原 如果还原好的连续自然好 还原不好连续自然就不好 所以说我们注意这个还原点 你看 反手 反手到这里 正手到这里 正手到这里 两边就有 而不是拉到这里 或者在这里停 很多队员是拉到这里停 一个动作不紧凑 另外一个还原不够快 第二板跟不上 有一些打完以后 还原点在这里 倒在这边就没有了 反手打完以后 还原点在这里 这边就没有了 所以说大家记住这个还原点 这里跟这里 这里 第二个我们讲从正手到反手 正手到反手的转换 是靠手腕的转换 而不是靠手指调整的转换 对吧 在正手到反手的转换过程当中 重心不宜过大 重心过大就变为起伏 你看我正手到反手的时候 靠手腕带过来 而如果从反手到正手的时候 重心可以大一点 这个大家特别要注意 这个的重心不能过大 这就提出了一个现在的站位问题 以前的站位都是左脚载前 右脚载后这种站位的 但是到了现在的乒乓球发展 这种站位已经过时了 基本上都是这种相对平行的站位 两个脚 你看 这样子就有了 是吧 正手到反手的转换 重心不宜太过去 如果反手到重心的转换 那就可以大一点 那刚才我们在第二点 其实我们讲到了 从反手到正手 你看我反手拉回来 或者弹弹弹回来 我们的正手不是这样子的 我们的重心就可以用出来 是不是啊 你看 重心就可以出来了 但是这个的时候 重心就不能出来 这重心不能过去 也不能出来 顶住 这样子就有球 好吧 从反手到正手 中心可以大一点 最后一点 我们讲了在身体 在还原中的作用 靠手还原 远远是还原不了的 所以说我们在还原的时候 一般打过去 一定是靠身体的 你看这两边的身体的还原 身体还原 身体还原 手还原 手还原 它就很僵硬 连接就出现问题 所以说 我们广大的教练员 在教学当中 还有我们的业余球迷 在练习当中 还原 远远不是靠上身还原 远远是靠腰 下身还原 好 第一百集 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